好 但你来关心天气了 中央气象局表示 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 转为东南风 台湾各地多维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那么气温部分呢 气象局也针对了花莲县 台东县发布了高温警讯 最高温有机会是飙升到36度 民众要慎防热伤害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 台湾各地大多晴朗炎热 气象局针对中午前后 华莲县重谷 台东县地区 南投县近山区或河谷 发布黄色灯号 针对午后四半部地区 及其他山区也提醒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发生的几率 这一周我们的天气 大概主要是受到 太平洋高压影响 就是一个炎热 天气炎热晴朗的一个形态 然后午后可能有一些地方 局部的地方 可能还是有一些对流产生 但是段位会相对于比较小 然后它的雨量 雨势也会比较小一点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齐的温度 都相当的高 天气都像蛮晴朗的 最多最多就是一些比较 某些地方可能云多一点点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体感温度 相对来说 这一周的体感温度就相当的高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在37度38度左右 所以你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时候 进中午的时候 你真的要注意防晒的动作情形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紫外线在花莲这个地方 尤其在2627这两天 然后我们的紫外线会达到蛮危险的 又到10的一个程度 那其他基本上也在9的地方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 就是一个晴朗黏着 然后温度会很高 然后太阳的紫外线会很强 所以真正 你如果要在户外的时候 你要做好防晒 然后多补充水分 提防热衰竭或是热中暑的一个情形 位于银封面的东半部 则要留意夜晚到清晨 沿海容易有对流云系的深沉 预计稳定炎热的天气将持续到下周 建议民众出门记得防晒 补充水分 身防热伤害 记得讲帮燕华联士报导